今天來講馬克思眼中的 工農革命先鋒洪秀全 話說馬克思雖然是19世紀 德國社會思想家 也是共產黨宣言的洗草人 但人總有侷限性 可能是在那個時代 因為資訊不流通 而且時常有訊息誤差 所以馬克思所知道的洪秀全 並不是某個教會的教主 或是幫派的領袖啊 以為洪哥是領導礦工以及弱勢農民 一同反抗腐敗的帝國 跟消滅封建宗教的革命人物 尤其洪哥建立太平天國以後 推行天朝填母制度 消滅私有制 創立公有福利制 保障婚姻自由男女平權 甚至是提高女權地位 讓馬克不只讚歎 洪哥願意主動接觸教會 學習西方文化 還把教會的腐敗制度 改革成為一個工農信仰團體 是一位超前的革命家 太平天國的出現 根本就是共產主義的理想印證啊 洪哥就是這個理想的實踐先鋒 還像他的學生說 洪哥是近代向西方學習 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先進中國人 不過真實版的洪秀全 真的是這樣嗎 這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